走 锦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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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锦 锦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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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顾总 这是常副总 让我给您的报告 放这吧 还有事吗 没事 就是那天 我表哥挺失态的 不好意思啊 没事 那行 顾总 那我先出去 您有事叫我 去吧 喂 上阵 怎么了 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 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 女朋友 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 你带你的老婆呀 她呀 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挺好的啊 快来快来快来 好 我问问她 不接电话 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 好 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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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锦西 锦西你没事吧 我 我走了 快下救护车 快 锦西 你醒醒 好 张医生 情况怎么样 顾少请放心 病人没事的 没事 没事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病人脑部受过撞击 受了伤 有轻微的脑震荡 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 不过过阵子她自然会醒来 顾少不要担心 她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 休息几天就好 脑震荡 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 她只是轻微的 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行 谢谢您 张医生 您非常客气 我是应该做的 那我先出去吧 刚到公司你的状况百出 真是够蠢的 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 接回来了 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 对了 沈医生说 最近这段时间 她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 她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 从楼梯上摔下来啊 可不是什么小事 幸亏她年轻啊 彼此好 还是少爷发现得早 沈医生说了 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 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觉得这里面啊 没那么简单 锦西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问过少夫人了 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脚下一滑人就摔下去了 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 您的意思是 这里面啊肯定有问题 你想想 锦西工作没两天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背后啊 应该有人是针对锦西去的 有这样的事 你让人去调查一下 看看锦西啊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 是 还有 这事啊 先不要告诉西城 暗中调查就行了 明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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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手啊 不行不行 你现在身体不好 奶奶说了 这两天你哪儿都不能去 必须在床上休息 快 躺好 不是 我先下这一趟啊 不行不行不行 躺好 你要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你跟我说 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 没问题 可是我现在有点事 我一定要下去的 行了 你就躺好吧 有什么事我帮你做 好吧 顾先生我要去洗手间 你也能替我去吗 这个我真做不了 好 来 起来吧 慢点啊 没事 没事 我 我自己 你确定可以啊 可以 她也要上厕所去 既然找人调查我 这个臭八怪私女人 可这有什么问题 很难 永远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 你能找人调查我 你能找人调查我 我就不信 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腿受伤了 顾心里面要去公司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用你告诉我 妈妈现在怎么样 贺琴姐 我告诉你 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 你不要怪我